驻日特派员林翠怡东京六日报道,包括张兆棠等11位台湾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摄影师,7日起在日本的清理摄影美术馆举办为期半年的摄影展,以回望为主题呈现台湾1970年到90年代的社会演变与岛屿样貌。 台日两国去年签订文化交流合作了解备忘录后,台中的国立台湾美术馆与山梨县清理,摄影美术馆首次携手举办大型的交流展,也是双方深化文化交流的重要起点之一。 清理摄影美术馆是日本四大摄影美术馆之一,现年84岁的馆长矽江英公在1995年本主照片,与摄影师庄署的美术馆的宗旨创立,矽江有日本摄影之神之称,在摄影界地位碎龙,他表示曾四度访台,感觉就像回到日本一样的亲切。 对于这次台日两国的摄影交流展,他带着兴奋的雨。 调说,摄影师和摄影师的交流就像恋爱中的男女相见,聊的都是彼此喜欢的事。 清理摄影美术馆长期关注摄影家的青年时期作品,从创立之初透过青年摄影家典堂计划,Young Profolio Europe,收藏全球45。 国超过770名摄影师35岁之前的作品,台湾摄影师张兆堂是该管邀请的首位台籍评审,清理摄影美术馆的营运总监小川直美表示,促成日台这次交流展的契机是他有一年到台湾参观摄影展时,发现了年轻摄影师杨哲一目击二手相机,给弱势孩童使用的公益活动让他深受感动。 清理摄影美术馆于2015年颁发了社会贡献奖给杨哲一,也触动他举办交流展的念头。 今年6月,清理摄影美术馆将馆藏74位艺术家340件作品送到国美馆,举办起始,永远日本清理摄影美术馆典堂精选展。 这是国美馆成立3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。 7月7日迎接创立23周年的清理,摄影美术馆则展出由张兆堂与沈昭良策展的。 回望,台湾摄影家的岛屿宁是1970S,1990S,由国美馆及驻日代表处台湾文化中心共同主办,日本公益社团珍如玉赞助。 驻日副代表郭仲熙也到场致辞,参战11位台湾当代重量级摄影师,包括张兆堂岁月之旅,陈转星卢州,软意中失落的优雅,林百良余温,林国张克玉1995,谢春德家园,谢三泰澎湖印记,和京泰都市底层,刘震祥民主风景,张永杰泰雅文文面张老,潘小霞蓝宇 记事等,这些四五年级的摄影师,其中有不少人曾在新闻媒体担任摄影记者,他们的年轻时代透过镜头正好见证了台湾白色恐怖,戒严及民主转型动荡时期。 曾担任杂志摄影记者的谢春德在六日的开幕记者会中表示,戒严时代拍摄的照片,经常因为政治不正确遭到有关单位关切,甚至被禁止发表。 国美馆馆馆长肖宗黄六日也出席开幕典礼,他希望透过台日双向交流展,让台湾与日本观众彼此了解双方的摄影发展,也让日本民众,能一览台湾在解言前后的变化。